2010年制度废除时,奥克兰市人口约45万人。 这些资讯可在新西兰统计局于2010年3月5日进行的2010年新西兰人口普查中找到。 新西兰统计局于2018年3月6日进行的2018年新西兰人口普查显示,奥克兰市的人口增加至约160万。 奥克兰市议会在2010年废除之前的角色是管理纽西兰奥克兰市市区的中央地来。 从1989年到2010年,它作为大奥克兰地区的一个领土,由奥克兰市议会管辖并由奥克兰地区议会管辖。 奥克兰地区议会在2010年废除之前,其职责是将奥克兰地区作为大奥克兰地区的一个领土进行管理。 奥克兰市作为地方当局于2010年11月1日被废除。 奥克兰市议会与其他奥克兰地区议会合并,组成新的奥克兰市议会。 拆除时,该市人口约45万。 2010年,奥克兰市议会被废除后,奥克兰市议会的角色由奥克兰市议会取代。 奥克兰市议会是负责管理奥克兰地区包括前奥克兰市的统一机构。 奥克兰市议会负责为奥克兰地区的居民提供广泛的服务,包括基础设施、交通、废弃物管理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。 2010年,奥克兰市废除后,奥克兰地区议会的角色是管理奥克兰大区,将其作为大奥克兰地区内的一块领土进行管理。 奥克兰地区委员会负责奥克兰地区的区域规划、基础设施发展和环境管理。 奥克兰地区议会于2010年11月1日撤销。 奥克兰地区议会与其他奥克兰地区议会合并,组成新的奥克兰议会。 奥克兰市毛利与莫卡罗是一个具有城市地位的领土当局,涵盖纽西兰奥克兰市市区的中央地来。 从1989年到2010年,它作为大奥克兰地区的一个领土,由奥克兰市议会管辖,并由奥克兰地区议会管辖。